陣列的話,實際上你可以在這邊寫 不過呢,你把程式寫在這裡 有時候比較 寫的方式其實很多種 我是把它獨立在另外一個副程式 清空陣列其實原理非常簡單 就是說呢 在這個地方就是下一次零 比如說零的話,給它清空的話就是 這樣子 那一直到怎麼樣呢 這個一直寫寫寫,你就是寫 寫到多少 就是一、二、三、四、五 總共會有到七 所以中間的話就是 所有零到七,通通給它空字串 對不對 那實際上你要這樣寫的話 基本上你要寫總共要寫八行程式 對那其實 一般我們寫不會這樣寫 其實你就用一個回圈就好了 For什麼呢 For 這邊已經有I跟K好了 K等於什麼呢 K等於 這個零到 因為 其實 用正列有個好處 它配合回圈很方便 配合回圈很方便 比如說我今天要清空的話呢 一樣耐捨 那這邊的話呢 我就直接在這裡 就是 A 刮弧 K 把K 把K放到 這個正列裡面的數字裡面 後面加一個 空字串 這樣子呢 它就怎麼樣呢 K因為是零到七 所以它會把這個值放進去 NAS就會跑 總共跑八次 那就等同是剛剛 剛剛的那個 A0 等於 空字串 A1 等於空字串 一直到A7 一樣的結果 那只是說用回圈來跑一定會比較簡潔 再來的話呢 如果你程式寫在這個位置 其實有的時候感覺怎麼樣 不夠簡潔 因為你程式裡面又跑出這一串 那回圈裡面又有回圈 回圈裡面又有回圈 其實 對一般來說 會不好理解 所以通常 如果說你的 程式裡面有一些 可以把它分 分到別的地方去 獨立出一個副程式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怎麼樣呢 把這個程式 直接剪下來 比如Ctrl X 剪下來 剪下來之後的話 那就在底下 獨立出一個什麼呢 獨立出一個 清除陣列的一個Sup 你可以在這邊插入什麼呢 程序 輸入什麼呢 清除陣列按確定 然後呢把剛剛的程式怎麼樣呢 寫在這裡 那這樣子他就變成一個獨立的副程式 可是呢我將來要呼叫他怎麼呼叫呢 其實非常簡單 在VBA裡面有一個關鍵字就叫Call Call的意思就是說 我要呼叫 那個副程式 那副程式在哪裡呢 就是在下面 一般會寫在下面 或者是說 你油標放在這裡 以前我們都會記快速鍵 比如說我這個程式放在 因為其實程式寫很複雜的時候會有很多 那我找不到有時候我按 我按Shift加F2 它就跳過來 Shift加F2 因為有的時候不見得在下面 有可能在另外一個 module 裡面 那我按 那Shift加F2